嘿喲 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普塔亞人對桑馬亞人 這場比賽是兩位頂尖的職業選手 這場玩家是中國第一高手Yo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世界冠軍viper 兩位有可能是會是經驗的 爭拔的一個勁敵 這兩位選手也是我常年看到 在很多的高端賽事裡面 打得很不分上下的 但是又最近感覺又在變強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又也很有機會 可以來跟viper爭奪這一次的世界冠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紅色的文明 紅色的文明是葡萄亞人 那葡萄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風琴砲 那風琴砲還可以用到他的金罐 可以讓他的火槍 彈道會更精準一點 可以燒彈道血的效果 因為基本上你一般的文明來說 火槍是不能吃到彈道血的一個精準效果的 所以葡萄亞人在後期 這個風琴砲火槍系的一個射程的準度來說 是非常精準的 可以殺傷力也十佐 那再來就是葡萄亞人 他的所有的黃金單位 都有這個20%減免的效果 所以不管是打工兵啊或者是騎兵啊 都有一個不錯的一個折扣優惠的加成 再來最特別的是他有這個港灣大商戰 在地獄時代的時候可以建造 建造的話需要耗費20人口 每一蓋一個職員就會慢慢跳上去 基本上都是4到5個港灣大商戰的一個作戰方式 然後來達成一個無限職員的一個進攻方式 那在後期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這個港灣大商戰的一個效果是非常好用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瑪雅人 瑪雅人的話是Viper這邊選擇的文明 那Viper的話應該也不是自己選的 這兩位高手應該都是隨機選到自己的文明的 他們都普遍都是玩隨機 這樣可以練到所有的文明的特色跟一個優缺點 還有Meta版本的一個強度 那Viper這邊很久沒有看到他玩瑪雅了 瑪雅是他HD時代的時候我很常看到 也不算很常看到啦 就是對他的瑪雅的印象非常深刻 Viper的瑪雅算是很誇張的強 為什麼會這樣講是因為 Viper他本身是一個偏農的玩家 他對農有一定的了解跟一定的知識 可以說是CD國裡面 他對農這件事情是最了解的 那瑪雅這個文明呢 又是跟農有關係的文明 那他最大的特色是 他這個資源遊戲有5%的加成 5%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你吃這個鹿肉 這個鹿肉可能會流失掉 大概140肉只能取到110肉左右吧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5%加成的話 可能你可以才到120肉 甚至或是115肉都有可能 那除了這個鹿肉以外 所有的資源都是喔 像木頭啊黃金喔石頭都是喔 野豬也是喔 所以一開始瑪雅的肉量 資源上會比較多一點的感覺 那到了後期的話這個黃金的庫存量 也會覺得會比較多一點喔 那再來就是他這個工兵呢 造價也是相當便宜的 所以加上這些全部的綜合加成之後呢 瑪雅的一個經濟是非常誇張的喔 不管是前中期前中後期喔 都是一個不會太爛的一個經濟狀況喔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 好那瑪雅人最大特色的還是這個黃金國金冠喔 這個金冠的黃金國可以讓這個鷹刺猴血量高達100滴血 好到這個當然是要點下這個精銳英勇士啦 那精銳英勇士100滴血的血量是非常難產的 基本上只能靠騎士喔跟這個步兵喔 沒辦法靠森驴去做一個處理 因為森驴的話他是沒辦法很順利的遭響到對手的鷹刺猴 因為鷹刺猴這個單位本身就有抗招響能力 而且打森驴喔有這個額外傷害喔 所以森驴來說並不是抵抗鷹刺猴的一個好辦法 好那瑪雅人的話最大的特色還是弓兵喔 這個折扣喔所以蠻期待喔這一場是用弓兵去打這個葡萄雅人喔 但是瑪雅打葡萄雅人的話打弓兵會有問題喔 就是因為葡萄雅人的這個風琴砲遠防很高 而且不太怕箭矢的原因 所以基本上有點算是半counter工兵單位的 所以這邊如果VIPER要打麻雅人的話 就打工兵路線會有點尷尬喔 那打這個鷹刺猴的話又會被火槍射爆 這就很尷尬 所以我蠻好奇喔這一場VIPER會怎麼打 好那又這邊是一個極速上封箭時代喔 那這邊會打棒棒棒 欸沒有這邊是打一個射箭場 極速18分鐘上 現在的META真的是越來越早上 欸但是VIPER這邊是22匹上喔 這是不是要打22匹小工 那這22匹小工的話我之前有出教學影片喔 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我們的播放清單裡面喔 找到這個世紀帝國教學裡面的影片裡面來看這個教學 那這22匹小工的話我之前有說單挑上來說不太好使用喔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這個META來說 現在這個META來說 22匹小工很容易被擋下來 而且很容易被一個對方的單射箭場 就反之回去了 那反而會讓自己造成大量的經濟損失喔 然後也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而且現在的META 上封箭時代越來越早了 如果對面是馬國的話你打22匹小工的話 很容易就會發一個極限落馬過來喔 直接開砍你然後把你的經濟先搞爆一波喔 然後第二波毛兵過來你的弓兵也沒辦法做成大量傷害 或是沒辦法做進攻或防守都有可能 所以這22匹小工的話其實這個META是不太適合的 但是BIPER這邊卻拿出22匹小工來就有點特別了 因為這個戰術算是上古等級的 這個大概是五六年前了吧 就是CHIP那時候也在玩的時候 他也有出過影片喔 這個22匹小工 我當初也是看CHIP的影片喔 學來的 那時候我也是稍微也在研究這個遊戲喔 那現在這個戰術已經不常見了 但是BIPER卻打出了這個22匹小工喔 那比較特別的一個要注意的點是喔 這22匹小工的話 基本上你一上封建時代喔 就要一直封皇補黃金喔 出來的村民就全部補黃金 補到至少8個人喔 那如果不是補到8個人的話 你弓兵的話可能會斷了 那目前的話就是射箭常會的南下 因為這22匹小工的話 最強的地方時間是在15分鐘左右 反正這邊沒有一擊射 你就算升高低射 人家也射不贏 這個就是為什麼 很容易打輸的原因 那22匹小工的話 最好還是建議在這個團戰使用 單挑來用的話會比較稍微弱一點 因為團戰來說的話 22匹小工你的攻兵量會比較足夠一點喔 比較不會雷到自己的隊友 尤其是打阿拉伯這種地圖的時候 也不可能把自己為死喔 然後你又需要一點兵力去駐守 自己家裡的防線喔 就算你把自己家裡為死喔 但是對方如果打一個 也是22匹小工的話 你可能就直接賣隊友了 隊友直接被對方喔 兩家 肉麻加小工直接全部弄死 哎呀 這邊viper直接掃一村 沒了 這邊直接第一防止光 直接拯救對家裡的村民 家裡的村民 可能還是要再找一村 哇這邊直接撿兩村 viper很虧阿 好那這邊再往右邊看 看能不能再收到一村 但目前看起來有點困難 而且這裡又有一村 感覺又要死去了 好這個就是 工兵封禁開局的強處喔 viper直接開局掃三村 這個右真的也是挺兇狠的 三隻工兵可以殺到三隻村民 怎麼跟我的工兵不太一樣阿 呵呵呵 這個就是頂尖選手的一個實力阿 有點誇張阿 真的是有點誇張 這個反應力喔 跟一個判斷力喔 欸第一時間走到這邊 在射到一隻村民喔 然後後方看到前線喔 工兵直接回來 直接果斷的往後走 看到直接去另外一個墓區看喔 有沒有算伐木場 右的剛剛那個思維應該是這樣走 他應該是沒有看到這邊有伐木場 但是他的一個經驗判斷喔 那一定會有通常會有兩個伐木場 尤其是打這個雙射箭場的情況下 更為明顯喔 好 那目前又喔 看起來的狀況是要直接打一個毛兵防守 然後工兵直接出去 家裡也騷擾了戰術 那毛兵可能不會直接出去 然後用工兵繼續做騷擾 那毛兵在家裡防守就可以了 那WIPER這邊可以考慮再按幾隻鷹刺猴 那這個 欸有有有有 有按一隻 OKOK 為什麼按鷹刺猴 原因是可以擋這個 對方的工兵之外 還可以打這個毛兵 毛兵的話 處理方式用鷹刺猴來說是最好的 但是右這邊是沒有把自己工兵直接派出去了 選擇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打法 把所有的軍力派到家裡的附近做一個防守 那這樣一個缺點喔 就是沒有辦法給對手到壓力喔 你只要對手看到你家裡全部都是毛兵 然後工兵沒有出現的話 多多少少會給對手一個心理壓力說 欸不知道對手的工兵哪時候會蹦出來喔 就會稍微去注意一下家裡的狀況 導致分心喔 然後讓自己的正面部隊被毛兵全部收掉 都有可能 那這個是一個心理戰的部分喔 我們就不展開多坦了 畢竟這裡沒有拿出這招來使用 好 那看起來WIPER的22匹小弓 打這個瑪雅戰士是非常適合的 哇工兵沒有斷 然後這邊補到9個黃金喔 OK那跟我的教學一樣 我的教學也是跟大家說 要補到9個黃金會比較穩定喔 這樣小弓就不會斷了 而且還可以比較穩定的上到城堡時代 黃金量才會比較能存到200黃金 好那這邊又直接全部導光 那WIPER還按了多按兩隻音次 好那沒有關係 這邊多按一點是比較安心一點 好那目前又可能會有點尷尬 這邊可能是要來插劍塔防守了喔 這裡不插劍塔的話 這一波工兵進去可能會出事喔 所以現在我挖石頭 目前看起來要插劍塔的地方是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主金的部分 那石頭的部分 應該是不用那麼切迫切的插進去喔 現在要擔心的是木頭跟黃金區喔 好但是這邊WIPER也沒有射進去 天球更怪的 射進去 好沒有沒有射進去 就直接看到被對方毒口了 直接被迫撤退 好那撤退之後 上方這邊又再嘗試做一個進攻 WIPER這邊能無怨以償 直接射進去這一波工兵嗎 這波工兵進去的話可能會毀天滅地喔 好但是這裡有兩個木頭可能快被伐木伐完了 但是右這邊有找到這個細節喔 趕快把這個伐木的戳米鳥拉到左邊 不要再繼續伐木在右邊這個位置喔 那我發現好像現在木頭不會再繼續腐敗了耶 我記得以前的版本木頭會越來越少 就是被砍拔掉的這個木頭會慢慢腐爛掉 但現在木頭好像不會了 所以就不會很容易出現這個漏洞的問題喔 除非自己把這個戳米鳥去伐木發光喔 不然好像不會再出現這種自然的 這個被砍斷的樹木喔 然後就自己爆開這樣子喔 就出現一個洞來 好那目前WIPER已經點下城堡師帶 那右這邊呢是也點城堡師帶了 而且這邊還沒有花任何一個劍塔 我覺得非常賺喔 基本上不用用到任何一個劍塔 就可以守住家裡喔 是一個非常 非常賺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說插劍塔在家裡防守是很虧的事情 是因為你都已經挖石頭了 通常都是要打寶兵了吧 如果你是挖石頭來防守家裡的話 就代表說你一定的軍力上喔 跟一個超空上或防守上的一個 微家有個問題喔 所以導致對方一定會進到你家裡喔 被鋪使用劍塔防守 那你只要一挖石頭去做防守的話 經濟上你就已經會輸對手 因為對手是不挖石頭的狀況 可以多挖一些黃金啊木頭跟食物喔 就會去開始攀科技喔 那攀科技一攀起來的話 你就又更難跟對方打了 尤其會可能前置BK啊之類的喔 這也是一種壓力喔 像像對手這麼多毛病的情況下 VIPER可能會在前面蓋個BK喔 然後蓋個頭死車這樣子 但是現在有奴兵的話 就可以直接屌虐對方的毛病了 好 那正面的部分 這個射箭場可能會來不及 因為後面城堡已經按下來了 不過他的風情砲要出來了嗎 那由於YOU可能是要打風情砲的一個想法喔 所以並沒有三級這個戰毛病的三級 這選擇是經濟發展 二級農二級木先點 反而是VIPER最拿手的一個經濟開局 二級農二級木沒有點 反而是YOU這邊先點 輪走也點 反而這個偏農的玩家 VIPER卻沒有點二級農二級木 這邊是打一個完全強金式的一個狀況 好 那來了 這個是VIPER的拿手好戲 雙線進攻 那我們之前的影片喔 有看過VIPER一個四線進攻喔 超級誇張 直接把對手直接弄爆 四線超扯 對手完全防不過來 而且還可以用四線喔 各種操兵的方式去秀爆對手 好 這邊蓋TC能蓋起來嗎 有點極限好像可以 趕快收村 收村的話稍微可以射掉一些弓兵 在下方這邊 沒有DCM來這個墓區有點可惜喔 這邊伐木功能還是爽爽伐木 那這邊果然要蓋下頭車了 頭車一出來的話 打對方的毛病還是比較輕鬆一點 好 但是不怕 右這邊也是選擇 但是這邊要預判這個位置就沒有判到 好 本來是想要打這個窄口 但是VIPER第一時間沒有走那麼快喔 所以頭車沒有頭到 好 這邊先把這個 銀池解決掉 後面的頭子車直接開始砸 哎呀 砸到了 但是有點殘血 那目前這台頭子車 可以做到一些壓力在了 那我們趕快這邊 右要趕快點出這個風情砲 風情砲現在是右的一個主力部隊 右這邊風情砲可能要晚點才能出了 因為他自己有開TC喔 因為正常如果沒開TC的話 風情砲是可以一直按的 第一時間可以按很多台 那目前他這邊好像有點Delay套 可能是因為在防守上面的關係喔 花了點手術的關係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去按風情砲 現在風情砲只有少量的四隻而已 但是四隻也是夠用了 現在要來擋左邊這一坨 攻兵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右邊的部分直接用頭車去防守 就應該可以搞定了 那VIPER這邊不敢直接造進到黃金處 或是深入裡面 哎呀又投到了很痛 哇這邊又投的很精準喔 都有打到VIPER的一個傷害 這邊一個V陣 我下箭矢應該可以收掉了 啊不敢繼續打 哎呀這邊第一時間VIPER猶豫了喔 原來他剛剛這個射程不夠遠的關係喔 所以沒辦法第一時間做一個反擊 但是這邊又一直這樣秀對手的弓兵的話 我覺得 待會VIPER可能會有點慘喔 這邊VIPER不能帶食物囉 這個帶食物一次 再投一下這坨弓兵可能就直接蒸發了 好這邊 再投 再來一個V陣 這邊VIPER想要引誘對手投的車 趕快測到越遠地方喔 只要如果他走出來更遠的話 這個維修的時機喔 就會變得比較難一點喔 這邊先頂掉一隻村民 這邊還在秀 哇靠你秀太久了吧 左邊這邊也在打 右邊也在秀 哇這邊又一個V陣 那這邊又也是很清楚VIPER的想法 哇這就是頂尖選手的一個 勾心鬥角 只要投車不要踏出這個界線喔 這個投車都是安全的 只要投車只要一離開這裡 只要走到這個線來 這個投車百分之百 會被收掉 因為你只要在農田附近的話 附近一定會有農民喔 去做一個修理喔 只要一修理的話 就很難拆掉的 好但是 右的風琴炮 是沒有處在家裡 而是選擇進攻燒了 但是正面部隊已經打過來了 但是風琴炮的防守還算是不錯的 稍微用風琴炮擋了幾隻 但是攻擊傷還是很高 而且還有投車車 雜速非常快速 雖然風琴炮本身抗鍵石能力不錯 遠防有事 但是被大量攻兵 而且高地的話 還是會直接被擊垮了 右邊這邊工兵 直接倒了一波 我們來看一下白河怎麼失誤的 白河這邊 好像因為家裡被打的關係 這邊稍微死了一些 哎唷 原來是這樣子殘血被砸掉的 目前看起來白河的進攻來說 給佑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 這個就是瑪雅的工兵 22匹小工 然後移到封建時代 還是雙射箭場在出 好 好 變成三射箭場 有時候還是兩個 射箭場在出工兵啦 因為有時候你三個一戰的話 會斷金跟斷木的問題 好 那目前家裡看起來 還是可以用這個 工兵守一下的 那正面部分的話 這個 頭車能 靠 直接砸掉一台風琴炮很賺阿 那頭死車 算是比較能counter對方風琴炮的一個單位 高打地的話 通常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如果是平面互砸的話 有兩發頭死 才可以砸掉一台風琴炮 哇 這個真的是世界冠軍的一個水準 到處都在打架 這個鏡頭不知道怎麼換比較好 好 右邊這邊終於用這個工兵 收掉了風琴炮 但是這邊直接出來挖金 原來家裡賭金的部分 挖的有點痛苦 因為這邊已經有個洞了 這挖的話有點危險 唉唷 但是這邊viper直接受到了城堡的傷害 這邊工兵第一時間倒了非常多隻 已經慢慢造成對方聰明的殺傷了 好 這邊看起來風琴炮的導出度還是蠻多的 好 這邊直接把 挖 挖命的野金拉回家 哇 我覺得又有點慘阿 這邊聰明處已經反超二十村了 哇 這個就是viper的熟悉的文明嗎 哇 viper這個 這個太誇張 支援量太誇張 三射箭長一直暗 然後三TC還可以一直農 然後不斷存 這就是世界冠軍 然後還可以一直控這個工兵 控這個工兵在裡面逼陣 躲頭側的傷害 這到底怎麼秀的 好 那六個風琴炮直接走出來 城堡正能蓋得起來嗎 看起來頭車在後面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處理到這些的蓋城堡村民 再來一發 哇 看這風琴炮傷害多麼誇張阿 子彈飛來飛去 咚咚 好 那上面這邊直接蓋做一個寶 喔唷 這個頭車還砸到了一些工兵 哇 挺賺阿 但這個寶蓋的位置有點微妙 我以為他會蓋在這個位置阿 但是他是蓋這個地方是為了高地的關係阿 這邊是有稍微隆起的一個高地的阿 但右邊沒有守到黃金礦 稍微有點尷尬一點阿 好 但是又也是很努力阿 想要把自己的領土開始收復回來 那左邊這邊vip還下了一座城堡 應該是來控對方的石頭或黃金的資源 欸這個頭車砸到了 完美 但是一定要被射掉 好 那這邊想要阻止對手 我們把一盒這邊蓋城堡 但這邊大量的工兵直接做個反擊 但是風情砲傷害也是很高 被換掉的奴兵的數量也是蠻多的 而且這邊風情砲數量越來越少 好 但後面又補下更多風情砲 但前線有充分在修理 這個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頭車車也可能第一時間去處理對方頭車 但是沒有處理掉 好 這邊再用風情砲補了一點傷害 但是頭車立馬砸掉了兩台風情砲 還算是蠻賺的 這座城堡可能要變道德堡了 有點慘 好 那最近有觀眾在問說 為什麼道德堡會叫道德堡呢 是因為道德這位選手 很喜歡去蓋城堡 蓋人家門口 或是蓋城堡拉很少量的村民 去蓋 然後導致村民蓋不起來這個城堡 然後俗稱就變道德堡 像這個村民去蓋 然後被對手直接反壓過來蓋不起來的情況下 我們這些C帝帝國玩家都會稱他為道德堡 不然道德以前太常做這種事情 最近比較少了啦 最近沒有那麼狂 好像在講這件事情 那我們還是比較細稱 就是道德堡 也不是說道德很爛 就是道德他這件事情 就很奇怪 他秘密也知道 嗚呦 這邊很多 他秘密也知道 村民大德少去蓋城堡 城堡蓋得慢的話 也會很容易蓋不起來 但是他就很常這樣做 然後就很容易被對方發現 阻止蓋城堡這樣子 導致城堡蓋不起來 然後又損失一些村民 然後又被踩一棟城堡 哇 兩傷啊 好 那這邊瑪亞 VIPER由於已經要上到帝王時代的關係 所以這邊兵量其實有點不太足夠的 而且現在要對付封城堡的話 方法也不是很足夠 可能要利用這個羽射手 或者是用這個大量的 精銳英勇士 或是大量的強弩 或是頭車去做個反擊比較好 雖然頭車可以砸 但是你看這個砸下去 有時候還是會殘血 因為平面互砸 或是血量不夠高的話 這個沒辦法依法砸到對方的封城堡 這目前感覺VIPER這邊是很難處理 對方的封城堡的狀況 畢竟人家的遠方有事啊 除非這邊上強弩 上強弩的話可能會很好處理 畢竟攻速比較快 打這個火器單位 反而射出就慢了一點 上強弩化學之後 這些封城堡可能就比較好打一點 但是這邊 又是沒有打算給VIPER 任何一點機會 哇 這邊直接砸到 大量殘血 這個頭車換的很值得 但是這邊下方有大量抽屏 直接被受到這個子彈的燒耗 右邊這邊也在想要鑽洞打 但是右邊發現沒有任何洞 但是這邊有石頭可以挖 右這邊立腳去挖對方石頭 那VIPER這邊也把對方的石頭挖得差不多之後 也出了一個瘋型砲 再做一個防守 好 這邊強弩已經升級好了 三級射也好 稍微可以來反制一下對方的一個瘋型砲 好 那現在VIPER現在經濟有點慘 雖然村民處還105村 但是現在很多風情砲已經壓到了農田處 很多村民都沒有在工作 只能到處逃難 那加了這兩台投射也是很難處理 古塔亞這邊超強陣型 大量風情砲加上投射車 直接擰壓了過來 哇這個右到底怎麼打的 居然可以這樣打 剛剛海盜非常弱勢 然後現在居然慢慢打回來了 這個經濟 那這邊VIPER的強弩過來做一個營救動作 這邊是箭矢直接互換 但是後方投射還在做一個輸出 那目前有三級射的關係 所以相當打風情砲傷害已經蠻夠了 但是風情砲直接回頭一打 這個強弩還是會直接遠地倒地的 好那這邊村民應該是也被抓光了 這邊VIPER應該沒有空去碰他了 家裡一個正面狀況 還在做一個征戰動作 欸這邊第一時間處理頭車 兩台絕不搞定 那這邊就可以遠地站A了 去解決掉對方的一個風情砲了 那數量夠多應該是沒問題 VIPER經濟又慢慢拉了回來 村民又回到了110吋 還是領先20吋的一個優勢 那葡萄牙 又這邊上帝龍時代會轉出自己的港灣大商戰嗎 這邊下的是 欸沒錯 港灣大商戰 帝龍時代移一下 就來一下了 開始要來打一個資源無限戰術了 那通常會這樣打是因為 你要把這個 你在玩葡萄牙的時候 要把人口數想成經濟 資源 雖然這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 你一般要把這個人口 變化成經濟的話 一定要造村民 但是 如果你是打這個 港灣大商戰的話 你是立刻 就可以產出20個人口的一個經濟轉換 就會蠻香的 你不要再用這個村民 慢慢生產出來 然後再去採資源 你直接蓋好20人口的一個建築物 就可以直接給你支援 那BIPA這邊彈道學現在才點 我想說奇怪 他箭子怎麼射那麼歪 原來不是我的錯覺 那彈道學趕快點一下之後 才能點化學了 那右邊這邊還有一隻風行帽在燒了 右邊還蓋起來一座城堡 來挖黃金 哇 這邊很香啊 這邊兩戳野精 直接在BIPA的右側 這邊不能讓 右這邊爽爽挖吧 這裡可能會出事的 那這邊BIPA也是努力的 用自己的強弩去對方家裡做一個騷擾 那家裡自己也產出了自己的鷹刺猴的升級 轉換成英勇士喔 怕學會補上 那這邊還補下了一隻森柳 應該是在撿生物吧 但是這邊點下強弩之後 卻還是開始生產自己的羽毛劍射手 那挺微妙的 羽毛劍射手 這個單位打風行炮 那我不確定好不好用 因為本身羽毛劍射手 是一個攻擊力偏低的一個單位喔 那本身風行炮攻擊又這麼 遠防又這麼高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有點難打的 強弩攻擊力40 那羽毛劍射手是9 但羽毛劍射手的優勢 就是這個跑得快嘛 看可不可以躲掉對方的一個子彈 用跑的方式躲掉對方子彈 我聽起來很嚇趴欸 但目前感覺看起來不太可能 邊界人家也是有這個彈道血的 人家彈道血是可以吃到火氣單位的 這邊強弩在組件做一個追逐 結果這邊按了三隻羽毛劍射手 就沒繼續按了 這邊只是稍微要來擋下 上方的一個進攻而已 看來還是要打強弩比較穩定一點 上方這邊 雖然擊殺掉了一些村民 但風行炮也是過來做一個防守 這邊可能要全部被射光了嗎 精銳風行炮之後 防御率會再上升加二防 所以目前強弩射下風行炮只有四滴血 傷害其實並不高 一個互射的情況下 我覺得強弩是比較虧一點點的 他這個精冠叫什麼 不會曉雅 應該是叫火神槍吧 印象中 這個翻譯有點怪怪的 但就是火神槍吧 火神槍的話 就可以讓風行炮 還有火炮單位火槍 可以吃到彈道血的一個效果 非常強勢 這邊VIPER這邊大量的聰明師可以導光 但是這邊已經轉出了英勇士 但是還沒有黃金國的關係 所以第一波輸出傷害 還是有點痛的 風行炮傷害是很誇張 沒有黃金國的關係 倒得很快 這邊打風行炮效果還是不錯的 直接抽攻 這邊直接掌握住風行炮的弱點 射速慢 只要用攻擊速度快的英勇士 上去包夾 雖然自己英勇士也會損失大量的血量 或者是數量 但是至少可以跟對方 達成五五開 甚至六四開的可能 都有可能的 畢竟自己攻速夠快 還是有可能換光對手的 這邊還點下板甲技術 那VIPER這邊要搞成純點黃金 然後再把一些木頭轉換成黃金會比較好 去轉出自己的英勇士 跟黃金國的一個升級 右邊這邊 左邊做個攻擊劍動作 要來把右邊的黃金 全部拿下來 三巨頭應該是可以拆掉 但是這邊風行炮直接拆掉了 一台巨型頭司機 後面沒有石頭關係 直接城堡掉落 正面部分看起來也是穩穩的 把對手的趕出去 自己挖野精的一個狀況 當然兩個應勇士直接過來回救 這邊挖黃金其實也挖的差不多 這邊是挖石頭 還行 右邊這邊的黃金礦就回去挖了 好這邊趕快派幾隻單位 去做一個追擊 但是現在又村民減少也沒關係 他村民越少 就可以補下更多的趕溫大三戰 那通常會補到五到六個 那六個的情況下是真的自己太窮了 窮到真的兵都出不起來了 才會出到六 然後等到存到一些資源之後 才會敵掉自己的多一個的趕溫大三戰 去做一個經濟的調配 跟軍事上的一個配置 好那這邊大量的一個英勇士直接過來 做一個進攻 但這雖然好像沒有很大量 右邊沒有過來包欸 我以為他右邊也會過來包 結果只有左邊來而已 好那這邊直接做個拉打 應該沒什麼問題 英勇士最害怕的就是對方拉打 而且攻擊力也沒升 打起來傷害也並不高 右側的弓兵直接過來回救 那英勇士直接過去開戳趕溫大三戰 哎呀這邊趕溫大三戰補了蠻多的數量了 這邊是補了五個嗎 看起來是五個 補了五個趕溫大三戰 目前人口是一百個人口 都是使用在這五線支援戰術上的 這MIP的瑪雅還是蠻猛的 明明又已經燒到這麼多經濟了 他現在經濟又拉了回來 他可以出這麼大量的一個英勢 精銳英勇士了 英勇士目前還是比較微妙的 因為還沒有做出太大量的一個升級 三級攻也沒好 黃金國也要趕快補下 那黃金數量可能待會還是要再等一下 不能馬上就點了 那MIP現在有點在端英勇士囉 這邊又補下了 我以為他是要出黃金國了 還沒有補下 App持續給對手壓力 不讓對手有這個 蓄起來這個大量風型炮的一個優勢 這邊只用少量的魚 弓兵加上少量的英勇士 去做一個突擊動作 第一時間想要收掉火炮 應該沒問題 哎呀完美 那第二台能收掉嗎 可能會被修起來 哎呀被修起來了 這個沒機會了 這應該是可以解決掉MIP的巨頭 要來修來不及 哎呀後面的聰明只能無功折返 好左邊這邊 又終於把左邊的赤帽給解決掉了 然後再左邊蓋一下城堡 又來把這個石頭給搶回去 那又這個無限支援戰術 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城堡可以一直蓋 因為他這個支援連石頭都會跳 你看他像目前的支援 全部都是跳得非常快速 哇你看這個 根本就得加布耶 哇 無限支援戰術 強無敵 就是這樣子 但是這邊直接手撕掉了對方的一個 港王大三戰 原本這裡有一座嘛 好像被拆掉了 那目前只有四個會在補下嗎 欸有在補喔 有補到五個了 好 那五個港王大三戰 繼續做一個支援的一個調配 那感覺 目前葡萄牙要再繼續打下去的話 優勢會越來越大喔 因為MIP可能會面臨沒有支援的狀況 可能還是要趕快補這個黃金果 還是不是真的補下了 哈哈 黃金果補下之後 才有機會打得贏這命喔 因為不僅這個老鷹 血量太少了 可能擋的 子彈次數並不多喔 有點虧阿 好 那葡萄牙這邊也補下自己的工程工程師 補下之後 自己的風型炮 對近毒傷害會更高一點 而且還會多一個 一攻的射程 射程會再更遠 稍微一點一點點 然後點下了工程工程師之後 再補下這個 金罐喔 火神槍 就會打得更準一些了 好這邊 城堡沒有蓋起來 有點邊倒車堡 但是這邊黃金果已經好 大量英勇士直接上來 但是有英勇士的關 有這個黃金果關係 所以英勇士倒地速度非常慢速 只要有血量就能輸出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但是活人就有 哇 MIP你到現在才點下手推車阿 手推車這麼晚點 居然還可以打成這樣子 哇 真的是不容易耶 BIP終究是BIP 好猛喔 哇 你拇指環現在有點 哈哈 弓兵射這麼久 哇 現在才補 喔 真的是傻眼 好 那這邊 可能弓兵 是要來出散彈戰矛嗎 有可能 散彈戰矛的話 是可以讓這個拇指環 讓不移動的單位 有這個100%的精準度的一個 優勢在 雖然沒辦法吃到這個 拇指環的攻速加成 但是這個 毛兵喔 還是可以 吃到100%命中的一個效果 單位不移動的話 就可以用到這個效果 那剛好 風情砲是一個長時間 會不會移動的單位 畢竟他在開砲的時候會停下來 沒辦法邊打邊試阿 右邊這邊又再來看一下 右邊有沒有回來 蓋這個城堡 但是又發現並沒有把這個城堡蓋起來 這邊可能是要來守獅城堡了嗎 但是這邊毛兵過來 但是目前mipe有點斷金喔 正面這塊金塊也沒有辦法爽爽挖 英勇士數量可能會越來越少 這邊想要來抓伐木的村民 但是蘇智伐木的村民就跑到下面來 上面其實沒有村民 那上面補下更多射箭場 好正面這波交戰可能會蠻精彩的 然後目前用戰毛兵能擋得住嗎 好 這邊用戰毛兵加上大量的戰毛 大量的英勇士直接沿過來 但英勇士雖然好像沒有很大耶 哇是大量的戰毛而已 欸他這個是 散彈戰毛了嗎 欸還沒有生耶 這是單發戰毛而已 銀光還沒有點下 那這邊打這個戰毛兵 打這個風情砲的話只有一滴傷害而已 喔重一點了 OK 胡爾切磁毛兵 點下之後這個毛兵就會多射出一隻毛喔 變成雙劍毛兵 這樣打風情砲的傷害就會比較高一些了 而且還會比較 好用一點 我覺得這個散彈戰毛 是C6裡面的毛兵最噁心的單位之一 然後這個 威威風情砲遠防這麼高 但是卻被這個三張戰毛打的血量也是蠻多的 雖然每一發毛兵都只有一滴血的傷害而已 但是數量一多還是蠻誇張的 這有點像是庫曼的這個 雀...雀...雀...不是雀...雀... 哇 這個就是支援無限戰術最誇張的地方 城堡可以一直蓋一直爽 畢竟自己的石頭會無限的跳出來 也不怕地圖上沒有這個石頭可以用 但MIPER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將近沒有支援狀況 而且這邊再繼續打下去 我不知道MIPER能不能繼續打 這邊風情砲數量很多 MIPER只能用戰寶兵防守 英勇士數量很少 只有三隻 現在只用大量的戰寶去打 但是MIPER這邊打出了GG 哇 怎麼有點突然啊 我以為這場MIPER會贏啊 哇 沒想到 右這邊 前面扛住這麼大的壓力 然後後面用這個無限支援戰術 徹底擊垮了我們的MIPER MIPER這邊 沒想到有這麼慘 我以為他可以用這個 黃金國老英去碾壓對手的一個風情砲 但好像被對方換太久的關係 導致自己 哇 換到沒資源喔 MIPER可能也意識到 對方城堡越蓋越多了 如果要踩這些城堡 要投資的黃金要更多 但是目前面臨的這些風情砲 已經要非常投資多的這個 黃金在老英身上了 就沒有這麼多餘的時間去 照這個距離投實機喔 跟這個資源 所以這個沒辦法 MIPER可能意識到這一點 這個再繼續打下去可能也沒希望 我覺得幼也是蠻厲害的 他也算是一步一腳印的 把這個城堡慢慢插出來 很有這個戰術觀念 知道這個城堡不能直接急躁 直接插這個往前插 如果是我就想要往前插 然後直接就爆炸了 因為我的習慣是不會把城堡蓋在平地上 雖然這裡是有點凸起來的 那對我來說這個還是平地 MIPER對於這個打法來說 可能沒有太果斷的喔 直接去升級為這個英勇士四個問題 跟他中間投資了強奴的升級 還有三級色那些 所以導致他第一時間 沒辦法去做一個英勇士的轉換 到了比較偏後期的時候 才開始慢慢轉出黃金國這個科技喔 但是前面已經死了非常多的英勇士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黃金國這個價值喔 並沒有非常的OK喔 所以這邊MIPER即使分數有領先 右但是還是打出了GG喔 因為後期真的是沒希望了 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狀況喔 那目前看起來右這邊是稍微會差一點的喔 那MIPER是會好一些喔 果然是這樣子 因為這邊MIPER存品數是不多的喔 這個無限資源厲害的地方是 基礎資源這兩個不會太多 但是黃金上跟石頭量會非常誇張 所以以基礎資源來說的話是 看起來MIPER分數是會高一點的喔 但是其他的部分喔 像石頭黃金喔可能就會略 略輸一些 這個就是資源無限最強大的地方 這個打到後期真的是無解 我自己有打過一次喔 這個風琴砲到後期 他除了風琴砲之外 連這個重裝騎士也轉出來 哇超難打 他後面開槍然後又騎士在那邊擋 然後重點是他的騎士還有八折優惠 哇真的很頭痛喔 然後後面再出一些工程器直接進攻 火砲那些的哇有點算是無敵陣營的感覺喔 那目前 又這邊可能也是想要轉這個重裝 要打到大火器的話可能是要打 但是他這邊可能會先轉肉嘛 然後再去轉重裝騎士出來 他這個會比較合理一點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如果也喜歡這部影片的話也記得幫我按個喜歡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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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更新的名字 我們來玩幾個字幕 你看很久保留 我們來再給大家 features 我們來玩幾個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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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玩幾個字幕